大家好,今天为常友分享几件 古陶瓷的不同种石油工艺 我们看看第一件 这是个明代晚期的 我们一看这个有料 因为它是回青料 回青料在家万时期 到天气崇祯呢 都经常用这种回青 就兰中贩子 当然这种回青料也有的 颜色是比较深的 但这件画的比较带啊 我们看这件 它的 石油工艺 它是交右的 就是慢慢在旋转 拿来 又往上交 所以这口言显得参差不齐 我们看一眼 我们再看看它的 底足部分 这个流淌 因为它是胶药 又在很自然的下水流淌 这说明 在家万时期 这种胶药还是比较流行的 我们看看这胎质 这种干老毒 这都是焰火 在古玩行里叫焰火 我们再看看这件 这件是民国的 画的是和和尔仙 这种就是刷釉 就是用笔沾上又刷上去的 这种刷釉的 它是非常的规矩的 我们看这个圈组 这个部分 它非常的齐 这种刷釉 从古到金都有 这种工艺 我们看到胎祖的干老 一看是民国的 而且是扁平祖 我们看这件 是清代晚期的 清代晚期 有这种吹诱现象 这是吹上去 用诱弧吹上去的 一个吹管上面 镶嵌了这个诱弧 就是狐狸装的药 装的原料 给它吹上去 有一种梦幻的感觉 而且非常的自然 我们看看底组 我拿这件瓷器 都没有 太重的伙食红 这都是真品 一眼或是无疑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看看这个 明代中期 有成画 这种是手抓粘柚的 我们看这种粘柚 大拇指还抓着粘柚 这种粘柚 工艺非常简洁 这粘完柚 搞得晾干 入窑烧制 说这种 在元代 在明代 都有使用 我们看看这个料 它就是平等轻 你看这都是烟火 也是大开门的 这你看这底下都没有 很重的火车红 这都是真品 所以有很多的常用 说瓷器 没有火车红 它就不敢收 就是初学者 刚开始都是这样 我们要循序渐进的学习 我们认识了这几种 不同的是有工艺 对鉴定此器的辛劳 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看这个 是元代的 我们看它料 就是塑料 我们对于其他 不做过多讲解 我就讲它是有工艺 这种是荡药 旧把药 胶住这里 进行荡 荡完以后 你看它这个边上 都是非常的不起的 所以云代也有沾药 也有荡药 一般离口 挂药的都有荡药 这种痕迹 我们看着这件也是 这边缘都是不起的 因为它这个药 倒的很多 进行倒挖完有 它再倒出来 我们看从这个口言 倒出来的 在这 所以鉴定此器 细节决定成办 这样掌握了 它的古代这些工艺 你才能分辨新楼 我们看里头 拉胚的痕 包括所有的铁锈板 包括胎质的干脑 不是所有的瓷器 我拿了这五件 这几件瓷器 它都没有太重的火石红 但胎质有个共性 都是非常干脑的 那拉胚痕 都是明显的 以前讲过 我说明代 以前的瓷器 它这拉胚痕 都非常的宽 你看这拉胚痕 结胎痕 看得都非常清楚 我们在收藏 瓷器的过程中 是不断地积累经验 循序渐进地学习 所以现在 有好多常有私信我 说到市场 如果有了 瓷器特征不明显 一个是火石红不明显 一个是使用痕迹不明显 就不敢入手 不敢收进来 那我们就需要 从瓷器的工艺上 要进行多学习 我们看这件瓷器 这典型名单 你看它就没有划痕 很少有使用痕迹 因为这瓷器 存放的地点和使用的家庭 都不一样 有的人 视若珍宝 就收藏起来了 也不擦拭 也不使用 说这种 它的划痕就非常少 我们看这件 如果你拿放大镜看 这顶是伤痕累累 划痕是非常的明显 所以收藏瓷器 不能生搬硬桃 不能片面 用一点来鉴定 要综合来来 鉴定瓷器的辛劳 好 今天 我就为常有分享到这里 谢谢藏友的关注和评论 再见 因为金色疏 sev绿 划痕 词 还 不 负呷糕 词